最近經常出現那些打了某些營養 面癱、臉部的肌肉很扭曲那些情況 擔不擔心教授 英國就開始打了輝瑞BioNTech核酸 它打了很多人 就說有四位似乎有面癱 另外有兩位就有一些嚴重的過敏反應 根據報導 面癱那幾個就沒有關係的 但是嚴重過敏就是肯定有關係的 嚴重過敏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有呼吸困難 起了紅斑、嘴唇會腫 所以現在英國的衛生當局都是叫那些英國人 如果以往對疫苗或者食物有嚴重過敏 他們最好就不要打了